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今天舉行了一個新聞發佈會 在會上公佈了一份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 到底內容是關於什麼呢? 無非又是自吹自擂和推卸責任 中國自稱是病毒受害國 亦是全球抗疫貢獻國 故此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而不是無端的責難 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時候 就已經向國際社會發出明確的信息 但個別國家的無事就耽誤了應對疫情 而且還要無端指責中國 中國隱瞞疫情訊息和死亡病例的數據 是對疫情中離世者和醫護人員的極不尊重 中國對此堅決反對 實際中國又是想重寫歷史 中國一直都很喜歡做這些事 就是當整件事都未完結的時候 他們就急於要製造一個既定的事實 明明在你這個疫情爆發初期的時候 你自己都承認在武漢樹 出現了門暴流暴的情況 為什麼還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來 說沒有言誤到沒有隱瞞到真相 李文亮醫生這位中國的吹哨人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遭到當局的迫白 完全是可以隻字不提的 而且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要退出世衛組織 向世衛山水喉之後 裏面有些人開始農女雞造反 頂你中國不相信 開始走出來爆料 大家記不記得上星期有些世衛專家走出來說 說中國不是很肯跟世衛組織合作 甚至乎在大陸的新聞發布會 開始之前15分鐘才扔資料 是給世衛的官員去看 而且世衛駐華代表高力還曾經走出來說過 說中國當局是不允許世衛人員 參與病毒源頭的調查 只是允許自己人去調查 那這些怎麼解釋呢 當然白皮書是不會說的 因為這份東西都是要自說自話的 這份東西還有說到什麼 說病毒的溯源是科學問題 需要科學和醫學專家研究 基於事實和證據得到科學的結論 如果通過轉嫁責任去掩蓋自身的問題 既不負責任也不道德 中國絕對不接受任何濫術和索償的要求 這個無非就是搞一份東西出來 試圖製造一個既定事實 來去撇清關係 來去阻止以美國為首的國家 向中國提出追責殺賠 而在早兩天大陸又流傳著一個新的風向 在網絡上不停地封傳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就是 石正麗團隊最新論文 病毒可能起源於東南亞地區 又想把責任射給其他國家 永遠他們的論調是怎樣呢 首先爆發的地方就不等於是源頭 這就是由當日鍾南山所說的 現在不斷地基於這個所謂的客觀事實 來不斷傳釋 不斷演繹 又在這裡說到東南亞地區 最初由趙立堅說美國是源頭 接著說意大利現在又變成了可能是東南亞 反正永遠都不是中國 總之有錯就是別人的錯 自己永遠是對的 另外外交部副部長馬朝鈺 都在這場新文化部會上說了很多話 而且還相當有趣 到底他說什麼呢 他說經過這場疫情之後 中國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的關係 非但沒有受到消極的影響 反而還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改善 中國的朋友更加鐵了 中國的朋友圈更加大了 這個是事實 嘩 真的說到非常之厲害 實情 這種表態 在世界上來說 都是非常之罕見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國家 會周圍和人家宣稱自己很多朋友 而且和朋友的關係是越來越親密的 頑固人類歷史上都是極為少見 唯獨是中國這樣可以厚著臉皮去說這些話 接著那段就來了 他說中國是患難見真情的 在中國防控形勢最艱難的時候 全球一百七十幾個國家的領導人 都向中國的領導人來涵致電發表聲明 以多種形式表示慰問和支持 面對著日益嚴峻的全球疫情形勢 中國就感同身受 頭圖報理 盡己所能向各方提供支持和幫助 毫無保留地分享中國的經驗和中國的方案 比如說截至5月31日 中國就已經向一百五十幾個國家 和四個國際組織提供了物資援助 向二十七國派出抗疫醫療專家隊 而且舉辦了多場專家視頻會 接著就繼續數中國做了什麼封攻遺跡 這些國家就大劑了 中國這樣說的潛台詞是什麼 這些國家在中國爆發疫情的時候 就來涵致電慰問 中國都覺得不要緊 因為滴水之恩就湧泉以報 在你們出事的時候 就不斷湧泉地報給你 結果這些國家就欠了中國一個人情 將來發生什麼糾紛 或者要逼你靠邊站的時候 如果你不肯妥協大劑 他肯定會說你忘恩負義 這些就是中國式的恩情邏輯 接著他就繼續數了 數到一件事就好笑 就說什麼呢 中國為世界各國 在中國商業採購盡可能提供便利 向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防疫物資 第二在今年的三至五月期間 就總共出口了七百零六億隻口罩 和三億四千萬件防護服 這些事實都體現了中國有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實際這種邏輯都挺搞笑的 第一 你賣東西給其他國家 其實去做貿易一定是雙方平等的 你便利別人又如何 就是別人有給錢的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這些就算是什麼恩情什麼貢獻 你有錢賺的 你不是白做 你不是做義工 你不是送給別人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算你賣這些醫療物資給別人也好 很多國家先後都提出過課訴 說你輸出那些劣質口罩 劣質防護服 一篤就穿 一屍就穿 防不了 那些口罩又流 根本上這些東西又隻字不提 永遠就講好的面 只是報喜不報憂 這樣都未完 講完一大輪中國的封工位置之後 當然要講完世界各國都認同中國所做的事 他們還自己說 國際社會都普遍讚譽中國 在這個國際抗疫的合作當中 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而且這位外交部副部長馬朝鈺 還引述了一位發展中國國家領導人說的事 但他又沒有講哪個國家 也沒有講哪個領導人 都不知道是堅定留的 他說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 中國就沒有坐視不理 而是跟我們站在一起 給我們幫助 我想鄭重地感謝習近平主席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真是夠了肉麻 到底這番話是誰說的 是否又是蔡爾維亞總統這個武薛奇一定是誰 大佬 說這樣的事 國際社會普遍讚譽 這是什麼國際 是共產國際還是第三國際 就算在目前這一刻 歐洲很多國家不願意向五眼聯盟靠攏 不願意向美國靠攏也好 他們就算將對華經貿利益 擺在國家的第一位也好 由於這些國家和中國的價值觀 始終都是南緣北設 他們就算怎樣跟你做貿易 怎樣不想開罪你也好 始終來說 都是不肯開口拆你鞋子 最多在香港問題上 隨便說這些說話表太符和 比如說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 或者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等等 還有其實很多國家的政府 都沒有辦法準確地表達到當地民意 尤其是在對華態度上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日本 日本政府對華的態度絕對不是強硬 尤其是現任首相安倍晉三 他就頻頻向中國發出示好訊息 而且還說過要深化與中國之間的合作 就不同了好像以往的首相小泉純一郎 對華的鷹派態度 所以跟日本的民意相差很遠 大家可以看看民調 日本的民眾對於中國的好感程度 大概只有一成多 另外八成人對於中國都是沒有好感的 這是由Pure Research來做的 是有公信力的 不是吹水不是造假的 不過就算安倍怎樣對華也好 他都不會說支持國安法 就算歐洲那些國家都不會 起碼都發張聲明出來說深表關注 到底中國現在又找了哪四個強國出來力挺國安法 厲害了 分別有老窩、江國共和國、斯里蘭卡和非洲國家馬里 這四個國家絕對是國力強盛的國家 老窩是一帶一路國家 目前就跟中國合作起中路高鐵 聽聞就快通車 另外就是斯里蘭卡 又是一帶一路國家 受到中國借貸 現在連港口都交給中國管理99年 至於另一個就是江國共和國 這個首都位於布拉柴維爾 另一個江國就叫做江國民主共和國 那個國土比較大 首都位於金沙薩 大陸政府為了區分兩個江國 於是叫做江國金和江國布 今次支持國安法的就是江國豁湖布 最後一個就是馬里 馬里又是西非內陸國家 盛產棉花和金礦 故此中國能夠找到四大強國來支持國安法 予有榮焰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